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FaCity 在我的前兩支影片 平胸女孩怎麼穿 我看到好 很多人都問我平時內衣怎麼穿的 那我今天會分享 我自己平時穿露背衣服洋裝或是小可愛 裡面內衣會怎麼穿 好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第一個呢 我自己推薦的平口內衣是 Nate的半罩內衣啦 像我自己平時我都很愛穿這種細肩帶 但我之前買的半罩內衣 只要穿過幾次後就會開始鬆掉 然後往下滑 就是這個 雖然我只買過它加一次 但有了不好的體驗我就不會想買第二次了 啊 因為真的很嚴格 比我想像中的嚴格 那Nate這件是我平時穿過 City值最高的平口內衣 因為它一件才299塊 而且Nate的實體店面都可以試穿這個內衣 我自己就包了黑色跟白色 那尺寸方面我是選擇12B 它的最小件 那在網路上你要買的話是XS 那你自己在穿一些細肩帶 或者是平口上衣的時候啊 也都蠻適合穿的 而且它的包覆效果 我覺得意外的好 因為這件是我朋友推薦給我穿的 像我之前很驚豔 就是穿這種平口內衣 都會很容易走光 但是它這個不會 而且它穿起來 你看這個是有奶的耶 第二個是SEXY PUSH的平口內衣啦 這是我近期看網路被生活買的 它已經要1080 可是它的材質跟摸起來的觸感 我覺得是可以值到這個價錢 而且它真的穿起來就是蠻舒適的 像我自己都習慣拿S號啊 那以我胸型為D 我自己穿上去 會有上胸的肉 完全無法被包覆的問題 我還自己多買了背扣 那它真的算是以平口來說 有蠻厲害的勾 不過這件跟Nate比起來 我還是會挑Nate 因為Nate便宜 這件還可以試穿 不過這件穿起來真的比Nate Super很多 果然價錢有反應在台質上面 第三個是如果你今天穿了肉背的洋裝 或是上衣 那就不能穿平口了 那這時候呢 我就會貼這種胸貼啦 那像這種呢 是屬於矽膠材質的 大概可以重複穿個三四次 那我自己我是在包牙 買的一堆79塊 那你自己在挑選這種胸貼的時候啊 就是我建議可以選 就大概跟手掌大小大的位置 那我為什麼不要選太小 是因為就是它會很容易剝弱 你不經意最敢跑跳碰的時候 然後它就不見了 就會發生一連串很尷尬 第四個呢 就是我們的New Bra 那這個呢 絕對是這裡面 生命週期最低等 但假如說啊 你今天如果你想要來一個 深鉤的話 那就是一定要貼New Bra 因為它可以製造出那種 非常虛假的鉤 我自己就很愛 我之前自己買New Bra的經驗 我都很少遇到CP值很高的 我大概都選在那種價位五百塊 那時候只是正要把它扣上去的時候 它就壞掉了 錢很不好賺 五百塊就這麼飛了 那可是這一對它很厲害 因為它是婚紗公司來的 不過這一個很貴 它要台幣1500 太貴 我平時根本不會買 而且你在黏這個New Bra的時候啊 切勁 不要再戶外 因為會發生很可怕的悲劇 上次我穿那個New Bra 在戶外走了30分鐘之後 到了廁所準備脫下來 結果脫下來就發現 地上怎麼涼灘水 原來是我的汗水 那我自己是建議啊 穿New Bra的時候 就是可以選擇在室內 它還蠻適合穿去一些婚宴場合的 OK 看完以上的分享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水水的穿衣煩惱啦 那以上都是我自己的經驗啦 在選擇方面大家還是盡量多比較為主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還沒有訂閱我的也記得訂閱我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 最後記得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 美麗糖糖亂酸的朋友吧 OK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